嗯 你怎么还没走啊 报哥跟我说你辞职了 我还不信呢 来不及跟你说嘛 跟你商量个事呗 我也没看工资的啊 不是 是我那个主编 想上咱们家吃顿饭 童小悠 那个自恋狂来咱们家吃饭 在医院吃吃的还不够忙 我告诉你 不行 有他没我 有我没想 主编 如如他这个人平时挺好的 就是有的时候吧 有点 你平常都这样跟你朋友 介绍我的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平时都 帮我拿行李 哦 我刚刚还想问你来着 行李放车上挺安全的 干嘛非要拿上来啊 车我已经让他先走了 我今天就委屈一点 今天我就先住你家 开什么玩笑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去 我看起来像开玩笑的样子吧 房子已经请大力卖掉了 好啊 主编 我是女的 你是男的 你住我这儿不太方便 你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对你有任何想法的 开什么玩笑 主编 你别闹了 何况我爸妈总是过来 他们过来看到你在这儿 你爸妈没喜欢我的啊 喜欢是挺喜欢你的 但他们 会 那 你现在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应该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等我一下吧 开了 我 就算你把运气还给我了 那这段时间 我的损失你要怎么赔偿啊 说话 怎么没找 让我住你家 让我住你家